今天火箭队21年榜眼秀Jillian Green又又又爆了 他在对阵已经拿到50胜的雷霆的比赛中 初战46分钟 24投12中 3分球11投7中 罚球2发2中 轰下37分 10篮板7助攻2抢断的数据 正负值正12位全场最高 帮助火箭通过加持 132比26战胜对手 取得10连胜 大家好我是Terry 在身经受伤之后 Jillian Green成为火箭队球场上唯一的核心 他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率队取胜决心 作为一名后卫投篮手感上下起伏很正常 但Jillian Green这段时间 对于自己的信心 他在防守上的努力 在球场上的激情 都升华到了下一个层级 尤其在球队急需有人站出来稳定军心时 Jillian Green往往可以挺身而出 就像他在今天第四节和加持赛时做到的一样 过去无场比赛 Jillian Green抢军有34.6分 6.6篮板 4助攻 1.6抢断的表现 投篮命中率52% 3分球命中率高达49% 而今天的比赛 他则可以拿到S的评分 除Jillian Green之外 狄龙贡献20分4篮板4助攻两封盖 加10赛连续两季3分 价值连城 球队去年40位新秀 Emman Thompson也有出彩表现 他是8拖10中 3分球1拖0中 罚球6拖5中 贡献25分15篮板4助攻的数据 全场只有一次失误 正负值正十 在他成为了继姚明之后 火箭队第一位拿到25加15的新秀 Emman Thompson是那种 手上不需要怎么持球 就能影响比赛的球员 尤其是防守端的贡献 在本周最新的新秀榜单中 Emman Thompson也杀到了第四的位置 雷霆这边少主SGA修战 Josh Giddy和JW联手拿到54分 12篮板14助攻 球队22年榜眼修Chad 不仅受制于犯规问题 打的时间不多 本身状态也不好 出战18分钟 两投0中 三分球两投0中 罚球两反两中 得到2分7篮板三封干 同时556犯规 这是他本赛季的最差一战 平分只能给到C减 至于在本周的新秀榜单中 Chad依然排名第二 赵这个势头不仅几乎没有一点冲击第一的机会 还有可能被第三名超远 本周新秀榜第一的 不用问还是马次状元秀斑马弯比 他在球队今天118比111战胜绝尸的比赛中 出战30分钟 15投7中 3分球4投1中 罚球7发4中 贡献19分 8篮板 6周攻5封盖的数据 正负责为全场最高的证实 虽然在远头方面斑马显然不在最佳状态 但他在其他方面做到的事情无可挑剔 尤其是其防守和球场牵制力 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名新秀打出来的 今天斑马可以轻松拿到A加的评分 接着黄蜂队今天118比11战胜骑士 球队去年榜眼球Brander Miller展现出球星气质 全场19投11中 3分球11投7中 罚球两划两中 轰下31分6篮板一封盖的数据 只有一次失误 这名新秀在球场上不断地为球迷们上演 精彩的扣篮表演 还可以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连续拿下分数 他是本届新秀中最具星象的球员之一 而在本日公布的新秀榜单中 Brander Miller仍然位居第三 此以他的表现可以拿到S的评分 然后开拓者106比120输给了老鹰 球队去年探花秀黑马大帅哥Handerson 出战32分钟 16投6中 三分球5投2中 罚球一罚一中 得到15分6助攻两抢断的数据 失误有6次 得分效率还是有点低 而且失误偏多 时事求是的讲 黑马的极战水平确实和弯比 Chad Miller差得比较远 不能放在一起讨论 他还需要继续狠练 此以黑马的表现平分未必 倒是NBA官方很给黑马面子 这都将其放在了新秀榜单第10位 最后在今天猛龙队101比145输给尼克斯的比赛中 球队去年13顺位新秀 200公分的迪克又爆射成功 他打了30分钟 出手全队最多的18次命中10击 其中3分球6投3中 得到23分一篮板的数据 没有一次失误 但正负只为负26 这就很难平了 包括他在内 现在猛龙确实没有防守 最后经过深思熟虑 迪克今天的整体表现 评分方面还是可以 轻松得到一个B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